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光頭就是這麼大 這麼差 對 這個要看季節 不一定妳一序都有 對…這個要事先先預定 真的 然後它跟波士忠龍蝦最大不同 是它的口感會比較潤一點 然後它的肉質也會比較豐富一些 它其實非常的好吃 那可以算 直接算它旁邊的這個肉 來 這個 龍蝦 龍蝦肉 龍蝦好爽脂 這個是奢華 奢華 真的 散一散就好了 它有蘸醬的嗎 有 它有三種不同的醬 我們通常建議可以先吃原味 然後再蘸 它們特別有兩種 一個很特別的是 它們家有甜醬油跟柚子醬油 柚子醬油 柚子醬油 日本人很喜歡很多東西 家庭柚子 柚子醬油 奇怪 對 什麼都有 什麼奇怪 我買了好多品味 是嗎 奇怪 我猜不透妳的心了 原來是妳喜歡的 對啊 然後 我不是當東西 等不好它回來嗎 棒棒 對 然後可以沾 應該不用太熟吧 不用... 應該不用 我這樣就可以了吧 沾哪裡就這樣 可以沾柚子醬油 妳喜歡柚子醬油 你去看看 它會有一個清甜的香味 因為柚子醬油 本身帶點淡淡淡的清香 對啊 用蒜的 蒜龍蝦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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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口的龍蝦肉吃起來 就是非常的好吃 真的 很紮實 再一下就好了 對 它吃起來口感會跟我們一般 對柚子醬油蝦那種肉 比較鬆散感就不一樣 它比較嫩 它比較甜 大口的龍蝦肉 不要太熟 千萬不要太熟 才會嫩 對 感覺很爽 很爽 對不起 我很爽這個字 因為龍蝦畢竟妳知道 我們吃的話 就是覺得很高檔 拿在蒜這樣子 然後旁邊這一個呢 老師一定會特別愛 因為它上面光蝦子 只有五種以上 從 五種蝦 從日本的白蝦 台灣的白蝦 日本的甜蝦 還有這個是明蝦 然後來自阿根廷的紅蝦 還有藍鑽蝦 五種蝦 這是這樣的蝦 讓你一口嘗嘻 吃的順序是從兩邊往中間吃 都下了好不好 對 大家一起幫各位 一起謝了... 日本的甜蝦吃生的可以 它其實上面的蝦子 都是生食等級的蝦子 所以它的肉都非常的新鮮 都幫你處理好 大隻喔 它都是幫妳割好 對...都幫妳處理好 都是這樣子一盤 所以客人去的是這樣嗎 對 都是這樣 然後它就會一盤很豐盛的上去 然後一樣會有蝦花 或者是會有花枝 然後會有鬼 我只要過一點熱水 我就要吃了 這麼快 老師 可以嗎 等一下可以吃撒西米 對... 可以吃生的 老師這一行 老師是老頭級的 甜不甜 甜蝦甜不甜 甜 然後它通常雙人份 一樣會有豬跟牛 可以讓大家選擇 牛是用Prime等級的 然後豬的部分 他們也是用神戶限定 才有的豬肉 黑豚豬肉 所以非常的好吃 經典 我來一個這個肉 好 這一家店你說這裡哪 就在那個華市附近 它在國父紀念館 一號出口附近 這種店 對 它對自己的食材 一定非常有信心 超級有信心 五種蝦 而且都生的 你看 老師已經吃第二尾了 你看這要多好 我跟你講 稍微一點點不新鮮 這一集我錄不完 真的 我馬上就養起來 養 徐薇養了 我真的 對 聽這個天氣 這個天氣是徐麻疹的 浩發季節 對 對 所以它一定非常有把握 它的食材的新鮮 好 超級的 我自己的吃蝦 我是超愛吃蝦 你們要來吃一點蝦 把你們的碗塊來 給大家嚐一嚐給我 當然可以 大家嚐一嚐 嚐一下 嚐嚐 嚐嚐 嚐不嚴 嚐嚐 嚐嚐嚐 嚐嚐嚐 這邊是柚子 柚子醬油 然後再一點點 柚子醬油 一點點更多 嚐嚐嚐 嚐嚐嚐 嚐嚐嚐嚐 嚐嚐嚐嚐 然後還有甜 你一直吃對不對 第一個送肥 對 他說真是折磨 等一下 他們都可以知道 送肥都瘦了 送肥還是拿肥 他們得瘦 好強 所以它這個是這一個SET 它是一個雙人SET 會有一盆這個 雙人SE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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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大概是3000多塊錢 所以它很適合在那種 我們有12月這種高檔的 中央節日的時候 去慶祝的時候 就可以吃滿非常多的海鮮 所以它很新鮮 它那個肉看起來好棒 對 它的肉看起來很棒 它肉很好 它裡面還是 你看 你看這個頭膏 蝦膏 Oh my God 老師 重點是 美男朋友 對 吸到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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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一尾 它有個阿根廷紅蝦 這一尾 來 解決了它的頭蝦膏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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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整個嫩 而且告訴大家 不要煮太熟 好吃 很好吃 要有一點蛋蒸不熟 可是它柚子醬很好吃 掌聲鼓勵 好 接下來歡迎浩然姐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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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該不會 李金金 李金金 歐巴媽 歐巴媽 你好 對 我今天要介紹 比較不一樣的 比較異國的 就是泰式火鍋 太式火鍋 而且我跟這泰式火鍋 很有淵源 因為我媽媽是雲南人 細雙版納 對 所以我就是我們雲南的口味 其實跟泰國很像 再來這一家店呢 是在中立 我是中立 中立 平鎮 中立 她有住過平鎮 高雄也有 對 平鎮 沒有錯 我也住過平鎮 中立國中 我也沒有 中立 我也沒有走過中立國中 是喔 中立國中不錯 然後這家泰式 別人應接 繼續 這家泰式的呢 好香喔 一般人都覺得說 一般鴛鴦鍋 就只有在我們的一些 普通的火鍋店或馬郎鍋店 泰式火鍋店也有鴛鴦鍋 對 鴛鴦是哪種呢 對 這個是泰式酸辣 泰式酸辣 就一般我們泰國都吃得到 這個是馬沙曼咖哩鍋 而且馬沙曼是一種咖哩的品種 而且這個馬沙曼咖哩 它榮獲全球50大美食排名 其中一樣 這個咖哩它就結合了 紅咖哩跟綠咖哩 所以你吃起來它有不同的風味 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用這個馬沙曼咖哩 來做成咖哩鍋的鍋底 然後再搭配我們前面這兒有 安格斯牛肉跟梅花豬肉 還有我們的月亮蝦筆 一般人吃火鍋很少會去用 泰式的湯頭來做鍋底 對 我覺得就是很不一樣 老師可以吃吃看 而且它的沾醬也不一樣 這個是青醬 這個是像我們的豆腐乳醬 豆腐乳 就是很有異國的那種風味 可是感覺好像都是辣的對不對 泰式酸辣比較有一點 酸酸辣辣 但這個咖哩不辣其實還好 因為一般綠咖哩很辣 可是它是中和的綠咖哩跟紅咖哩 而且你一定要嘗嘗看 這個咖哩它的獨特的味道 妳自己有沒有回過雲南看一看 我沒有回雲南 但我雲南現在有很多親戚 在那邊什麼種茶葉啊什麼 那邊茶葉也是正點 對... 但你會說雲南話嗎 土耳那邊也有 雲南話很簡單 他剛剛這樣寵情話 我覺得很想跟他的了亮霞 懶瘋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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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電影裡面的一個角色 懶瘋狂 懶瘋狂就是這樣雲南人 怎麼樣... 雲南感覺 因為雲南跟泰國那邊太近對不對 好好吃喔 可以吃看看嗎 很香對不對 它吃起來就整個酸酸辣辣的 跟一般你吃到的火鍋不一樣 咖哩會辣嗎 來... 有一點辣 真正泰國最了解的人是誰 對... Sam Sam 你對泰國最了解 他可以喝 你最有資格的評價 沒錯 就是那些會有一些野奶的香味 還有咖哩 你還沒吃你竟然就可以評價 因為聞得到... 聞得到 這邊就聞得到野奶的味道 而且重點它是 有加了日本的南瓜 對 這邊吃這個 辣咖哩不會 不會 老師 這個不辣 不辣 怎麼樣 你常去泰國吃感覺對嗎 不太一樣 它那個沒有像泰國那麼酸 不過它的香氣是夠的 因為主要它裡面有加了南瓜 所以它那個肉吃起來是甜的 而且它南瓜是日本的南瓜 所以就特別綿綿... 對 它的顏色是因為南瓜 還是因為咖哩 應該都有 都有 對 這咖哩都好 很香 對 好吃 而且這個醬汁拿來拌拌 而且它的湯是可以喝的 對 它不像有一些咖哩會太鹹 對不對 對 它不會鹹 它的湯是可以喝的 我發現它的湯底 因為很濃厚 所以它會讓涮涮下去的 所有的食材 外面都包覆了一層它的湯的味道 所以你入口會先吃到這非常濃的 那個椰香味 然後再是咖哩的香氣 所以它的咖哩香氣 不是膩口的那一種 對 也不是那種蘋果 日本偏甜的那一種 它其實有一點帶點微微的辣 因為它就是這一個品種的咖哩 跟人家不一樣 是什麼醬 他說豆腐乳醬 豆腐乳醬 豆腐乳醬 可是比豆腐乳更好吃所以 沒有 它這應該是它自己調的 它自己調的 對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香氣 其實你不沾 就已經有它整個咖哩的香味 你再沾上豆腐乳醬 天啊 所以我覺得它要沾的 它是甜的豆腐乳 是加分的 它是甜的豆腐乳 對 它的醬就是很特別 它的醬好好吃 好好吃喔 好好吃它的醬 不過在台灣 泰國菜跟韓國菜都是 你每個禮拜都會想到它 對 對不對 就是來變化一下 泰國就很重要 你看我 你看我月亮蝦餅加什麼 加豆腐乳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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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吃 很有創意喔 真的嗎 很好吃 創意 好吃嗎 好吃嗎 那個醬百搭耶 百搭 你會故意心機說 它是豆腐乳醬 它不是豆腐乳醬 它是它自己調配的 它有別的東西 這個醬怎麼吃都可以 就是你想像的 就是豆腐乳醬 對 好好吃 好 一樣 剛才那個 吃了這麼精采的 這泰式鍋 換我的 我的是那個 非常新鮮的 特別的 就覺得是 我認為你們一定沒吃過 叫豆腐乳鍋 豆腐乳 很好我吃過 對 沒有啦 好好 沒吃過 像牛奶 對 很像牛奶對不對 其實這個鍋 其實是師傅自己 我真的必須說 它有一點點接近我心底 那種影視廚神自己做出來的鍋底 大家看一下這個肉 它其實就是 現在 最近其實蠻紅的一比利豬 但一比利豬也分 有一種等級 它是Hermes等級的 豬肉界的 Hermes